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午安下午好 歡迎收看股市風學人棒 我是徐峰路 大阪指數今天整理 整理得真好 指數只要整理 台積電只要休息 那個股就會噴出 這是我們最喜歡的行情 今天指數沒有大展 但是風路的心情真的還滿不錯的 因為很多股票我們之前一直被人家壓著打的股票 今天全部都噴出 都噴出 那這個是個好事 其實在股票市場裡面 最多最多還是需要耐心 那在整體的行情 不斷在往上攻的過程裡面 你如果沒有抓到這一波的一個主流 你就會覺得比較辛苦 但是當行情在做擴散的時候 你手中的股票 基本面子要夠好 筹碼子要夠穩 它該漲還是會漲 所以我們比較建議的是 你還是做一個portfolio 你做一個投資組合 你不要單壓一檔股票 你把股票分三到五檔做 當然看你的資金比重 跟你的資金部位 通常我都比較建議 小資金的投資朋友三檔股票 大資金的朋友就是五檔股票 這樣子 在漲的行情裡面比較容易贏 整體禁止比較容易贏 不要單壓個股 單壓個股如果它震盪你會很累 它如果壓回來 有的是假突破嘛 真壓回 壓回來那一段你就會很辛苦 那很多股票它就是假跌破又增 又什麼 假破底又要增穿頭 像威盛上禮拜還在破底 禮拜有破底 當天拉到漲停板 雖然沒有收最高 今天早上再給你壓回來說 再給你攻到漲停板 這大概已經洗完了啦 你如果去上禮拜去放空了 今天盤中放空了 你大概會開始有點緊張 但是我是不太明白為什麼要在一個大多頭市場去做空股票 可能只是為了要怎麼樣 為了要修理封路老師吧 我想大概是這樣啊 但是公司的基本面 自然而然會保護你的股價 好來 先來看一下 這最近的新聞 這美國啊 9月12月估各降一碼 9月降一碼應該是勢必會降 意思意思 12月要不要降 你要看誰選上 如果是川普選上一定降 一定會多降那一碼 但如果是拜登選上 那一碼不見得要馬上加 但是降不降意義大不大 已經不大了 他只要9月之前不要降息就好 因為9月基石人如果降息那代表經濟數據真的不好 會有問題的 而且股價這麼位階這麼高 但只要他維持這樣子 市場就有很多運作的空間 這個是我們比較喜歡的啦 目前的整個局勢啊 國際局勢都還是在我們喜歡的結構之下 來 道雄指數跟大家講過嘛 沒有降息之前很難再去攻上去了 很難再攻上去 當然攻上去這邊也都是套牢區 所以他在這邊整理就好 不用太在意他 納斯達克這邊還在往上強勢的一個 創高之後的整理還是很強 這沒有問題 廢半這也是強勢整理這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已經來到這個位階 指數要一直攻高意義也不大 你把資金留到給個股走會比較好 來 價點指數你看今天還是有創高啦 指數其實盤中還是有在創高 但亮年不會有效放大了 所以他就是整理 換誰創高 創高中小型貴買指數他就比較強 那這一段他有的補漲了 因為在這裡很早就已經創高 從這裡來看 5月中就已經創新高了 可是貴買呢 5月底才突破整理 6月才開始創新高 所以中小型股票現在還是很多機會 市場很熱鬧 市場很熱鬧 那資金輪到你的股票的時候 你要去注意你的位階在哪裡 如果你的股票位階現在很低 你真的不用急著賣 會還你公道 來 贏家觀點 台積電休息大家吃飽 這兩年來的很大的一個特色 就變成是這樣子 如果你想要每一天看到盤市都很開心 就是我講的 你也可以有大型股 那你也要有中小型股 就是分散 但是這個位階的台積電 我認為如果沒有急跌一段時間再來買 賺不到大肉 那未來的一個交易是怎麼樣 當9月份降息的時候 請大家注意 我覺得這一波指數的高點 應該會落在7月底8月初 指數的高點 因為那時候除全息都會結束了 股東會也開得差不多了 好消息也都反映完了 大概會跟去年差不多 然後AI也要休息 台積電也會休息 會有一些其他的次產業股票追上來 那些次產業股票我在最近看到 已經有一些訊號出來 我先提一個部分跟大家來講 等一下會跟大家先提 那然後到9月降息的時候 9月有正式降息 那個時候基本上就是往下修正 因為除全息都結束了 軋控也軋完了 股東會也開完了 盤教需求現在開始了 營收怎麼樣 像蘋果的營收高點就是到9月 到9月8月底 大力光 益君光 我們應該是在兩個禮拜前 跟大家在講說 這個WODC搭會 你就看大力光 益君光 我那時候說 連大力光你都可以去買零股 也會賺錢 我相信這應該大家有賺到錢 應該也有賺到錢 如果你有聽的話 應該也是有賺到錢 好 那這個就是整個行情的一個 初步的一個規劃 現在就是怎樣 祭底了 好 集團要做帳 洪海集團今天有沒有做帳 有 看起來有做帳 去找他還沒有大漲 今天洪海集團裡面 建漢也大漲 然後你就看到 連政達上禮拜五漲停 今天又在大漲 那洪海當然要往200塊擴關 霍漢我說機器人你可以看他 但他股性比較扭 現在還有誰 洪准 那洪准是散熱 那最近可能有被人家修理一下 但我覺得 這個市場完全不曉得 他洪准未來是要做什麼的啦 我覺得他還是會有機會去找錢高 就去找那些相對低的 集團嘛 對不對 洪海集團是不是也 也在今天供了之後 有沒有看到 威盛集團最近也在轉強 好 期待一下威盛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這邊順利的怎麼樣 攻擊過錢高 好不好 來 光通訊 是不是 洪海集團裡面的光通訊是誰 訊星KY 我上禮拜就已經告訴你 光通訊 我們在聯軍走完之後 再創高點 沒辦法再攻高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只看 訊星KY跟上權 我們只看這兩檔股票 那連接器的話 我之前上禮拜也跟大家在提 像茂蓮 甲比奇都是帶頭大哥 緊接的便宜的叫漢權 這個賺1.9 這個賺1塊 那這股價200 這股票50 你覺得他要不要補漲 今天也創新高嘛 那我們在跟大家講的是 IC設計的部分的話 上禮拜也跟大家講 M31已經轉強了 要過季線了 那星鼎這看起來是 可能最標 威盛今天過季線 生技股本來應該擺最下面看 不過沒有關係 中間插進來就跟大家來講 馬上又要生技展了 對不對 順耀 永熙 陳彥宜 這是今天的強勢股 我們上禮拜有佈局啦 這陳彥宜 我們上禮拜 也有在我們的一個訊息裡面有提 跟我們會員提 這禮拜 要幹嘛 要開幕嘛 浮照工廠要開幕嘛 你上禮拜如果有地檔有加金 今天應該也會覺得還不錯啦 還不錯 來 這是巴龍周刊在講台積電ADR經營的便宜啦 用美國股票的基本市場的一個本比來看 台電確實便宜啦 確實便宜齁 那他也點名四星KY 也點名齊宏 但是不是點名就一定漲 不見得 台積電今天也沒什麼大漲 盤中還是跌的 四星KY今天有開始直穩了嘛 齊宏今天其實是衝高之後回跌嘛 那你看台積電 他就在這邊整理啊 如果我們的預期嘛 他整理最好 整理把空間釋放出來 那上禮拜有跟大家來講 其實在這一天我就先提醒 在底部出現這麼一個大量 你要先記住 他營收其實是有年增的 雖然沒有很厲害 但因為他股本小 籌碼集中 只要想動就會動 只要公司願意走 他就會走 那你看爆量衝擊漲停板之後 壓回來 壓回來在這邊做整理 我當時候就跟你講說 其實你可以開始注意了啦 IE設計我真的覺得 台積電休息他們就會漲 那今天其實又在供季線 今天其實量滿大的喔 只是沒有今天那麼大 他有在挑戰季線的一個態勢 去留意啦 我認為應該還有機會去往上供 因為這個高點 應該是要去做突破的 來 有沒有今天就往上供了 今天就往上供 所以你要記得這個操作策略 我先跟大家講喔 這兩年的行情交易裡面 技術面跟存檔占最多 基本面真的都後補 因為大家想到的是 市場錢未來會變很多 市場錢會變很多 你就變成你必須要先把這些 未來會好的公司 未來營收會成長的公司 你具備未來性的公司 先這裡先買起來 但是這跟風老師學財務出身的 我看到報表 我真的買不下去 但是你買不下去 它的份最高 它漲最多 那就只能再怎麼樣 根據行情做修正 那技術面打底出來之後 它又有具備有營收的 那股價其實位置還在相對低的 這我比較敢碰 這是我在做的一個修正 還是沒辦法全部去買那種 還是沒辦法去中壓那種 營收都沒出來 或者是它不是屬於那種 比方說生計 要正一過它就會噴五倍的那一種 那這樣子的 怎麼 風險利潤比比較高嘛 那可是如果是一般的公司 像RZ設計就是 你有一檔 有一個好的晶片 真的很棒 你可能就一代權王就會出現 這也是有機會 那重點是 你不能只有空口 你起碼要告訴我說你有標案 你起碼你要說是 你有案子已經在跑了 你要你有技術可以你做 那M31背靠的是誰 還是靠台積電 那它在千元部分裡面整理完之後 出現這樣技術面的一個大量 所以你請注意 最近只要股票出現這種爆大量 來你看這裡 底下爆的大量 它在突破這個高點之後 它會繼續往上漲 季線扣理在這裡 季線還在往下走 所以你要讓它連續噴比較難 但是這裡已經告訴你 它已經正式的指紋了 這個底部已經打完了 四星KY今天底部其實也是慢慢打出來 只不過市場比較喜歡股本更小的 你看它股本多少 3.4億 這個很好操控 這個很好操控 那當然這是高價股 那威盛其實上禮拜還在破底 那我說其實破底翻這個就是 本來公司體質就沒有沒有不好的 就已經在指紋了 季線扣理在這裡 它只要一出量就會上去 它的關鍵題材是 它也有ASIC 有IPC制裁 還有上海造星 這是今年IPO的嘛 那今天出量上去過季線 來 這裡的一個大量殺下來 在今天裡面突破攻擊過去 而且也站上季線 上禮拜五一個漲停 今天又一個漲停 所以瘋老師能不開心嗎 當然開心啊 你看我的節目 我一直告訴你說 你先撐嘛 你先撐嘛 因為好公司它遲早要還你公道啦 那站回季線接下來怎麼辦 這禮拜要開股東會嘛 看你股東會可以說出什麼好消息 我認為這邊應該要講好消息啦 而且今年上半年的這麼大的行情 5000年的行情你都沒有跟上 這個對我們雪紅儀來講 可能是不能忍受吧 我覺得這裡應該是要做一些表態啦 集團桌上 季體桌上 還有就是借券這麼多 你難道不應該去修理一下借券的人嗎 對不對 怎麼可以對我們公司沒信心 公司要表態啦 那這裡我看出量 過季線是有出量 所以季線這個位置啊 只要它在往上攻 季線已經扣體向上了 那你兩根長紅 就把這一個月的全部都洗掉了 都結束了 基本上這一個半月啦 一個半月啦 所以你要再往上攻 其實是鬥定膩肝啦 真的是你只要公司想要弄 它一定上得去 那就看你似乎什麼利多了 那我們之後再跟大家 再講IP的時候 我說這個是最強的 心頂是最強的 神盾集團嘛 今天神盾集團安國 神盾都有轉強嘛 可是我說它是最快會轉虧為盈的公司喔 神盾可能明年都還不會轉虧為盈 可是心頂明年基本上會轉虧為盈 好 股本也不大 8億多 那我要讓大家看的是這個啊 它從高檔爆量之後 來請注意 高檔爆量你就不要已經下去追了啦 高檔爆量通常就是要休息著你 高檔爆量又出現長黑 那就是一路回 可是它回檔過程裡面都沒有什麼 沒有成交量 我們先講籌碼嘛 IP你知道它是IP嘛 你知道它背景是神盾集團嘛 它港漲一根兩根三根四根 請問這裡是不是大家都沒有籌碼 這裡套牢的人 只要你這裡都沒有賣 這裡也不會賣的啦 你就會等嘛 那來到這裡之後 爆出這個大量 所以今天嘗試要去過這個大量高點 但量還不夠 禮拜三它會出關喔 這個大量區一旦突破 就是另外一段攻擊發期限 等幅來看這一段是這裡 這一段就會跟這一段一樣高啦 這最基本的技術分析會到這裡 所以它沒有到這個位置基本上 比較不合理啦 那你要看它到時候是什麼上去 它如果是 就像這樣子一根一根上去的話 這個會非常非常強 那它主要是因為它已經先拿到的訂單嘛 也是AI方面的訂單 AI用的IP信號處理的IP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技術面 我要先跟你講 可能現在比較要著重的是這個啦 技術面 籌碼面 人家想動就會動 你說最近威盛有利多嗎 其實沒有利多啊 你都沒有看到利多啊 營收出來還是 5月營收還不好喔 4月營收很好沒有漲 很奇怪 5月營收不好為什麼要跌 我也很奇怪 那破底之後籌碼被人家吸收上去 那你接下來它如果在聯繫網上攻 開始啟動 Gargen的話 我覺得這就有看頭啦 那心頂是有題材已經出來了 有神盾集團 那技術形態上這邊已經是這麼強 這裡叫籌碼換手喔 籌碼一旦換手成功 禮拜三要出關啦 籌碼換手成功 我認為最起碼是要來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才有壓力嘛 你這裡買的人都到現在只是到平成本而已啦 這裡買的這3萬多張是平成本 當然這邊有當沖隔月沖都有啦 可是這個大量區看起來顯然是 出點力就過了嘛 技術面結構上面全部都過了 這就是一個大的底部 這個是攻擊發起線 突破之後攻擊發起線 好不好 那這個是我跟大家在提 最近你看到大量區被突破 攻擊性會很強 你想一想之前的標股 所羅門夠標吧 他是拉了幾根漲停板之後 爆量之後再繼續攻 心頂是因為去年先走過 上面有人套牢 所以今年他這一波拉上來 才又出現了一個回檔修正 可是你知道他長線會贏 分批布局嘛 那今天再上去 其實很快你就會怎麼樣 會走出波段 要做標股其實真的會比較辛苦 因為他的震盪幅度會很大 震盪幅度會很大 但是我覺得也要慢慢去學習 帶著投資朋友做這樣的股票 來上禮拜 其實這是這禮拜新聞啦 其實上禮拜就跟大家來講 已經拿到報告嘛 這個是GB200的零件供應商 他是有被認證通過 我先跟大家講喔 他今年沒有出GB200喔 沒有喔 他今年還沒有出 他只是認證通過喔 但是你看過了季線之後 在這邊強勢整理之後 他就開始發動 投信進來壓寶嘛 那他就開始往上走 我說他是帶頭大哥嘛 上禮拜五 你去看我找盤寫的文章也是嘛 那今天我再繼續告訴你也是嘛 因為多頭結構就開始連續噴出啊 就連續噴出啊 那你就今天看到新聞 那當然到這裡就不見得要追了啦 那上禮拜我們跟大家講說 這個就是什麼 前波大量區 來 這裡是前波的大量區 這裡是前波的大量區 還是一樣嘛 你先看一下今天節目很大的重點 就是你看這裡有沒有 漲上的時候爆巨量 爆量之後不要馬上追 等他拉回來的時候再去找機會買 拉回縮量買 有耐心你就這邊分批步 他在突破的時候 這裡又回到這個大量區的高點去買 可是因為他是法縮的時候又跳空 你就很難買 這個就比較難 所以有時候你要有耐心的是 當他爆量之後拉回來 這個位置附近 你要敢於什麼 分批乘接啦 不然他這裡直接跳空你也買不到 但是技術型他已經告訴你 這就是什麼 前方壓力突破他就會攻擊 這裡是前方壓力突破之後會攻擊 這裡突破假突破之後放了量又下來 可是在這裡又跳空過去 這個過去當然當天就拉漲停板 爆量繼續往上走 因為又再爆量了啦 他的力道就不會這麼強 但是他會不會漲 會 那我跟大家來講說 那是不是找位階比較低的 價格比較便宜的 來看漢權 有沒有 漢權是不是比較便宜 他有AIGP200的概念啊 他也有啊 還有PC跟TV背光模組的電源供應連接器 今天相關的電視面板 相關題材的股票漲滿多的 友達 群創都有漲 但漲的題材不一樣啊 群創漲的是他的一個扇型封裝嘛 因為群創切入到 這個半導體封裝的一個事業 然後鄰居 低價的鄰居 資金進去他就攻漲停 那都是電源 都是背光模組這個面板相關的 那他也有 所以他今天尾巴也是拉起來 AI Server要用的PSU的支援供電 這個產品他也開始在有 因為大家知道AI Server非常耗電 對不對 非常耗電 好 那第一季EPS 1.05 我說對比加比奇很好啊 加比奇又是 GP200主要的連接器的供應商 已經開始要準備出貨了嘛 那他股價這裡就漲這一段了嘛 那這裡再往上走 這一段多高 這一段就多高也非常接近了 那他賺兩塊已經到多少 200 他賺一塊 是不是上 上禮拜我跟大家來講 這個貿連加加比奇是帶頭 有一檔中小型股也剛剛切入AI 股價延五日線創新高 我們上禮拜五買嘛 我們上禮拜四買嘛 那禮拜五就再拉一根嘛 然後今天再創高嘛 今天後來收盤 其實最高應該大概59塊啦 應該大概59塊多 收的相對高 你是在這裡找到機會 那我們會跟大家講 這是前波的大量區有沒有 一樣的技術啦 先跟大家講 這前方的大量區 大量區突破之後 測試回來之後 直穩轉強我們就在這一天買 我們在這一天買 我們在這一天買 買完之後 我們在隔天找盤寫出來 當然你看 你猜不到的啦 你猜不到的啦 那找盤之後 我們在電視有連線嘛 連線的時候 你大概就知道 楓老師在講誰 那今天再往上再創高 那這一段上來 已經超過10%了 又超過10%了 50多塊又上來 那這個是 我最近比較常用的就是用 技術面的方式來幫大家找 因為我們知道的 基本面太多 太領先 但它要反映到股價 有時候沒有這麼的即時 這是我們要去做修正的 而股票一直都在做修正 都在做修正 幫投資朋友找到最適合的什麼 獲利的模式 來 光通訊我們也講很久了嘛 對不對 奇景都要赤之買上全的私募 要搶CPU商機 我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CPU有很多股票輪流漲嘛 有光盛嘛 有上全嘛 有訊星KY嘛 然後還有像我們在講聯軍嘛 聯軍有賺錢 但漲的真的比較慢啦 那衝高之後 股票來回操作比較難 那我們跟大家講 你就看它嘛 那它現在又 它的股價其實在這邊 分盤之後再創新高 但它漲的確實夠多啦 那我就說你就用看的吧 你就看嘛 看它們來操作嘛 訊星 這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講 現在又在季線附近 然後砰砰就上來 當然還有其他 我們就不跟大家提太多 因為我們之前常被對坐嘛 對不對 我不講的話 你就不知道我買什麼 等下噴出來我再告訴你 我們自己獲人的權益要保護 來 這裡砰砰上去 這個大量區 爆量之後拉回休息整理 它直接又跳空過去 這是CPU的概念 但我跟大家來講 我認為啦 我認為這兩檔股票 還是CPU的龍頭啦 一個上全背後是台積電 一個訊星KY背後是鴻海集團 你還是以只用這兩個為主 其他的可能表演過去之後 接下來可能就是一戰行情啦 一戰成名之後就休息了 華信鋼是去年最強的光通訊 光盛是今年最強的光通訊之一 那上全跟訊星KY 應該是接下來最強的 一路帶頭跟光盛一起一路帶頭 三頭馬車啦 那光盛未來可能 股價都會被訊星跟上全超越 那當然我們還有一檔光通訊的股票 比較委屈的股票 我們就先不提 那投資朋友自己知道 就放心你就好 因為它就是需要業績來證明 因為股本小容易被什麼 被操控 然後等業績來它就會自己漲 來 我們其實也在找尋新的題材嘛 對不對 這個是成德集團旗下的新藥研發的順藥 這是腦中風的新藥準備藥什麼 三期靈傳收完 有機會年底解盲啦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 還有生技展嘛 那我先跟大家講我是怎麼去看它的 這裡是不是爆量 來一樣的技術嘛 這裡爆量之後就拉回休息整理嘛 來休息整理一天 兩天 我看到在股價在季線附近之後呢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是 外資連續買四天 來 這個是不是有點像一個準備要假破體的樣子 假破體又上去 然後一天兩天 到這裡當然站穩季線 這季線趨勢向上站穩季線 我們當然就開始在上禮拜五佈局嘛 上禮拜五佈局我們沒有提啦 因為還沒有發動我們就先不講 對不對 那今天早上一個跳空上去 就蹦個一聲就拉到漲停板 既然要這裡 那這個高點就會去挑戰 那一樣喔 他在這裡再爆量 再挑戰他高點 爆量就不要追了 爆量就不要追了 但我必須要跟大家來講 這是 馮老師看好的股票之一啦 因為今年強勢嘛 今年做強勢的股票 市場上願意一起共襄盛舉的比較多 那我們過去的操作比較喜歡佈局在相對低檔 結果量能不夠 就沒有辦法有效的支撐 股價向上 所以我們做調整嘛 找市場喜歡題材的股票 那這個是上禮拜五買今天供漲停 來 永溪有人上禮拜五 我們最後尾巴買嘛 因為這個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外密體 記得嗎 外密體 那這裡是不是前波大量去 整理不破嘛 那上禮拜五又準備要收紅 收紅可以準備要去挑戰高點 所以我們上禮拜五 在尾盤的時候去做佈局 尾盤做佈局之後 今天也就供到 一度供到漲停板嘛 這個大量區的高點在突破的 那這個就是一段空間 整理完之後再走一段空間 那這個都是比較什麼 強勢形態的個股 那我上禮拜還有跟大家來講說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說 我那時候四月份就跟你講說 這個就是存股 我認為它就是存股 未來會有題材嘛 你就存嘛 只不過這一段是要反映它的 營收連續三個月衰退 那沒辦法 因為他們應該怎麼講 正好因為新舊政府要交替 那它又是國營事業 它的客戶都是國營事業 不敢簽 不敢簽那個出貨訂單嘛 就沒辦法收設備嘛 那就跌破季線之後 技術面操作就被打下來 但我說過其實 你布了一定的一個部位之後 你不用一定要一字買 但是我認為它的操作是存股 我的看法還是沒變 那這邊打了一個頂看 夾破底之後慢慢又上來 那五月的營收已經回復了嘛 如果我們預期嘛 520新舊政府交替完之後 可以出貨 馬上營收是月增75% 年增55% 重回營收成長動能嘛 但五月出來之後我們馬上漲 沒有啊 它還在這邊做整理嘛 那上禮拜我跟大家講說 浮照工廠基本上 這個禮拜要開幕啦 會有很多政商名流來參加嘛 畢竟浮照工廠這種東西 台灣現在是唯一嘛 那看好它的關鍵就是 今年有浮照工廠這一個題材 明年有可能就是半導體 會開始大量使用 我再跟大家來提 你記得我們到時候在講 浮照工廠是什麼意思 浮照工廠那時候在講的就是 低軌道衛星是現在的顯學 中軌道跟高軌道 它們也是需要做浮射照射的一個測試 那半導體現在這些晶圓代工的公司 它收到這些晶片 要上太空要晶片嘛 這些晶片之後國內沒有測試的 都是送到國外去測試 那成業一花了五年 花五年蓋了這間工廠 就是要去解決這些半導體公司的最大的問題嘛 那再來就是輻射照下去之後 照一次照兩次跟照三次 照四次照五次照六次 結果不一樣啊 他把東西的物理特性改變啊 就像我們人不能一直照X光對不對 一直照可能就會生病 身體會病變 那晶片或是其他的一個半導體的材料 你經過反覆的照射 它學習曲線找到之後 它可以去測試到說 我這樣照完之後 它可以有抗輻射 它可以改變它的硬度 改變它的一個承受溫度的能力 因為照射之後它就變化嘛 這是未來它長線可以做的東西 而這個東西 全台灣就成業一可以做啊 再加上說之前的直指放射治療機 我也是覺得很棒 這很厲害 直指放射治療機真的是很棒 專門做癌症的嘛 對不對 那個價格都很高啦 那我當時就講說就存嘛 我覺得這個存 你存一段時間應該都會賺錢 因為它法人最早的報告是 今年可以賺到四塊 那後來是這樣延後了嘛 因為新中政府的交替關係 可能國營失業的一個 這個簽合的動作 可能會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所以它延後 那今年還是有賺將近兩塊 那又配兩塊 那明年可以賺到將近四塊 本益比真的低啊 那你來看這裡 好 這裡啊 有人知道四月營收不好 所以五月啊跌下來 先殺嘛 這個大量區今天其實基本上有過 那下降的季線壓力也比較大 但是呢 它福利大工廠如果開幕 有機會就砰的上去了 站回季線之後就重回來 最起碼你在這裡不會輸啦 你這次不會輸啦 好不好 這次馮老師跟大家來講說 我看的東西有我的邏輯 跟我的原因 但股價什麼時候能夠噴出去 真的要市場上有共識嘛 對不對 但是你長期看我的節目你會發現 我都會一直追蹤我所看好的標的 因為股票在漲不是一天兩天啊 也可能是不是一季兩季 甚至可能半年一年啊 可是你長期你要用對的方式去做 你自己心裡會比較踏實 好不好 那這個是我們在今天節目上 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的 有任何問題啊 當然禮拜二禮拜四 1點40分 封路老師還是在 官方的YouTube頻道裡面會做直播 明天 歡迎大家一起來聽封路老師直播 有什麼問題在線上提出來 封路老師跟封路老師團隊會 結成全力來幫助大家 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祝大家明天操作順利愉快 我們明天見 掰掰